由煎蘿蔔糕 煎到表皮酥脆 加點黃金泡菜更有味 但點餐之前 先看看店家公告 80年次之前 也就是32歲以上 勤務稱工作人員為阿姨 避免影響出餐品質 叫姐姐啊 你家有習慣 不然點當美女就好了 網友說 看到女性一律叫美女 傻子才叫阿姨 叫聲姐姐好聽多了 說不定餐點還能加倍 眼前這位58歲店員 老早當了阿嬤 被叫阿姨 她本人很坦然 原來公告都是老闆刻意設計 沒想到還有80多歲老阿婆 看到氣噗噗 台莊這間飯糰店 老闆娘更是直接掛起紅布條 國小以上不准叫阿姨 另外中校夜市藝人牛奶 老闆個性更獨特 不准叫阿貝 更不准你問東問西 她跟你講說你才能點 然後你不能叫她阿貝 超有個性塑造個人風格 雖然讓不少顧客因此卻步 但也吸引鐵粉上門 就愛這一味 解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天王劉德華到底是真名還是假名 流傳幾十年 他本名叫做劉芙蓉 挖在劉德華是藝名 他親口這麼說 沒有人相信我真名叫劉德華 我再說一遍 我爸爸寫在我出生的那個 出生詞上 出生的時候就寫劉德華 挖在唱認真親口澄清 小時候上學叫做劉芙蓉 那只是學名 劉德華才是真名 但哥哥張國榮居然是藝名 唱歌演電影都是張國榮 歌唱扮相都帥氣 本名跟本人好像不太搭 叫做張發宗 真的需要勇氣 昌宏一手勇氣的梁靜茹 本名梁翠萍 聽起來親和力十足 Baby it's a physical pain 天后蔡依林 本名蔡依林 練起來其實差不多 接著這對大明星夫妻 本名也曝光 演員兼導演的馮德倫 本名馮敬才 超性感的舒淇 本名林立慧 夫妻本名非常有台灣慧 台灣主持界的龍兄虎弟 張飛 費玉清 兄弟黨的本名 可惜按照族譜來排 平常人講 以前沒有人知道 我們是清兄 是 不管就有人問 你們兩個是同父異母 真的不是啦 兩個人同家族 張飛本名張雁民 費玉清本名張雁廷 同樣都是燕姿輩 另外像愛你的王心靈 40歲在大陸再翻紅 本名叫做王君爐 鋼鐵VVM 徐洛軒 本名超接地氣 叫做徐淑娟 還有意想不到的這一位 臣妾烏拉那拉氏 受恩於君 令主中功 大陸影后周迅 長相超有靈氣 本名居然很可愛 叫做周米卡 演藝圈改名轉運 明星改藝名 大紅大紫之後 本名曝光 卻也讓人萬萬 意想不到 記得今天中臨之會 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馬上就是父親節 民眾在賴上收到 一個祝全天下的爸爸 父親節快樂的連結 如今詐騙集團也有 接日擋其媽利用民眾貪笑 便宜心態 小信點入不明連結 恐讓自己各自被盜光 甚至由詐騙行銷公司 辦了將近十萬支電話號碼 無所不入 騙盡民眾生活 趴著 趴著手 手伸出來 只穿著一條短褲狼狽遭袋 無警主席人日前利用廣告公司名義 申辦了九萬筆門號 配合大陸地區詐騙集團 架設貓池接收簡訊驗證碼 藉此辦了上萬筆蝦皮賬號 在利用這些虛擬銀行帳號 假辦公益團體 以預設扣款錯誤等方式 詐騙捐款人 不乏所得粗骨上千萬 掌握了秋信祖先等十人 查記到案 查獲 大量的電信門號 詐騙手法不停推陳初心 滲透民眾日常生活 提醒大家務必真大眼睛 才是上上策 記者 葉維林 范雅喬 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